盖洛、拜尔德市长下午好 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参加2021年的第一次COVID-19简报 这也是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的第100次简报 当然 感谢Margie Propp再次提供翻译 今天 除了提供有关当前大流行情况的最新信息外 我们的通报还将讨论当地的疫苗接种工作 卫生主任Pat Lopez和我很高兴与Tabisa 内布拉斯加州卫生保健协会和圣伊丽莎白健康协会的嘉宾一起参加 他们将在短短的时间内分享更多有关他们在这次大流行期间 对我们社区的关心和维护人民安全的努力 当然 我们所有人的好消息是 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时充满了希望 我们的集体努力和新疫苗有可能结束今年的大流行 第一批疫苗仅在三周前到达林肯 尽管供应仍然非常有限 但我们已经在第一A阶段为社区成员接种疫苗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实质性进展 医院一直在努力为一线医疗工作者和基层医疗医生接种疫苗 他们希望尽快完成第一轮疫苗注射 我们自己的林肯兰开斯特县卫生局已经为我们的视线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完成了第一轮疫苗接种 我们很高兴能够与您分享 我们在这一疫苗接种阶段也正在取得进步 超越了医生 卫生保健工作者和AMS专业人士 目前正在为当地一些长期护理机构的居民和工作人员进行疫苗接种 居民是我们社区中最易受伤害的人 除了健康威胁外 这些居民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家人和朋友隔离 要进一步向我们介绍这些疫苗 对这些居民和照顾他们的人意味着什么 塔比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 新里奇现在正由Zoom加入我们 Christy Henricks说 塔比莎上周开始了他们的COVID疫苗接种诊所 在第一周 他们给员工和居民提供了800剂 1月下旬 他们将为其余员工接种疫苗 该疫苗将帮助老年人近一年来首次与家人团聚 盖洛拜尔德市长克里斯蒂非常感谢您的领导 以及您在塔比莎为我们社区中许多人所做的出色工作 希望 团结 团圆 感激和兴奋 这些很棒的话可以与我们的社区分享 谢谢您今天在这里 非常感谢您 接下来 我真的很高兴向另一个人介绍我们 我们感谢他为我们的城市和州提供的服务 内布拉斯加州卫生保健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Hisbody 今天也加入了我们 西斯和他的团队在整个大流行期间 与全州的长期护理提供者紧密合作 以倡导和支持他们 他将在这里进一步谈论在兰开斯特县的长期护理机构中正在进行的疫苗接种工作 西斯·伯迪说 医疗保健提供者与卫生署密切合作 该县大约一半的卫生保健提供者已经接种了COVID疫苗 药房和卫生部还负责为EA7患者接种疫苗 他鼓励公众在可以购买疫苗时服用 以便我们可以恢复到新的正常水平 盖洛·拜尔德市长感谢您的客气 西斯 以及您为保护我们所爱之人的安全健康所做的一切 您提到团结一词 在我们团结起来制止这种大流行的过程中 看到如此多的团结令人敬畏 感谢您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 我们就知道 年长的居民和具有潜在健康状况的居民 更有可能因COVID-19发生并发症 可以帮助COVID-19的人避免严重疾病的治疗方法 已经取得了进展 这些进步之一被称为单克隆抗体治疗 开胜伊丽莎白医院医疗运营总裁Michael Rapp博士 与我们一起探讨其用途和益处 Rapp博士还将向我们介绍医院目前正在经历的事情 以及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来继续保护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 迈克尔·拉普博士解释说 单克隆抗体已被授权用于高危患者的紧急使用 这些患者包括65岁以上的人或某些状况使其更容易感染COVID-19的人 他们被设计用于尚未住院的人 盖洛·拜尔德市长Rapp博士 非常感谢您在圣伊丽莎白所做的工作 以及对我们社区成员的照顾 今天 我们的所有三位客人都是我们当地社区COVID-19疫苗咨询委员会的一部分 该委员会与我们的卫生部团队和其他几个合作伙伴紧密合作了数月 以便我们可以快速管理疫苗 虽然尚未向公众提供疫苗 但我们确实敦促你们每个人在获得疫苗时都购买该疫苗 为了结束这种大流行 使绝大多数人都接种疫苗至关重要 正如拉普博士所说 在轮到我们之前 请记住我们在阻止病毒传播和防止人们需要医院护理方面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所有为维护自己和他人安全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请继续注意3W经常洗手 戴口罩和注意距离 避免与家庭外的其他人紧密接触 并避免拥挤的地方和狭窄的空间 我们社区对这些行之有效的策略的承诺至关重要 在这种大流行期间 一次又一次 就像拉普博士提到的感恩节那样 当我们要求您尽最大的努力来对抗这种病毒时 您已经接听了电话 即使疫苗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希望 现在也不该暂停您的努力 您很快就会听到 很遗憾 我们的某些指标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我们特别关注病例数和7天滚动平均病例数的增长 这些都是第9周式COVID-19风险表盘保持红色的因素 卫生主管Pat Lopez在这里与更多人分享我们关于疫苗的指标和信息 帕特、洛佩兹谢谢市长 我们对疫苗的高度关注感到鼓舞 随着在林肯和兰开斯特县的疫苗供应增加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收到了约9800剂疫苗 并且已经注射了约7400剂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在第一A阶段继续为那些人接种疫苗 正如市长所说 紧急医疗技术人员的第一轮剂量现已完成 医院以及林肯外科中心和Blue Stem正在为医护人员接种疫苗 并希望尽快完成首剂注射 昨天从本周开始 一些医疗保健人员和EMT已开始接受第二剂疫苗 我相信布莱恩从周日开始 正如市长和我们的客人今天讨论的那样 一些长期护理机构的居民和员工正在接种疫苗 这些疫苗接种是通过一项计划进行的 该计划将长期护理设施与参与活动的药房合作 协调现场疫苗接种 我们的卫生部门还在一些没有药房合作伙伴的机构协助接种疫苗 这些应在本周晚些时候启动 正如His和Christy所听到的那样 这种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为那些脆弱的居民和关心他们的忠诚员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层 在不久的将来 疫苗将在EA阶段为其他人提供 包括家庭健康和临终关怀提供者以及学校护士 牙医 牙科保健员和牙科助手等 请记住 疫苗是在12月14日才三周前到达林肯的 我们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很多工作 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需要团队合作 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对社区的持续承诺和支持 他们都自愿提供自己的员工 以确保我们的社区得到照顾 正如我所说 这是Brian Health 开圣伊丽莎白医院 林肯外科医院和Blue Stem以及许多其他自愿参加的人 许多人自愿在周末和下班后工作 为EA期患者接种疫苗 一些诊所是在星期六进行的 而且已经是傍晚了 对于那些贡献自己的时间和资源 来帮助我们的社区的员工 我们深表感谢 如此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正在评估EA阶段仍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数 一旦获得这些剂量 这些组中的个体将接受疫苗 由于疫苗供应有限 因此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就应向谁提供疫苗 以及何时提供疫苗提供了建议 在接近完成阶段EA的过程中 我们将开始阶段EB 其中包括您所听到的 年龄75岁级以上的人们以及基本工人 纽约州尚未宣布EB阶段的开始日期 但我们正在积极进行计划的这一部分 我们将在以后的简报中提供更多信息 纽约州宣布 它将在未来几周内建立一个网站 供市民进行疫苗接种登记 在他们开发系统时 我们将与他们一起确定在我们的计划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该网站上不可用 并且目前无法注册 为了向社区保证 我们已经在与社区初级保健提供者合作 讨论75岁以上的人以及其他合作伙伴 尚未向公众提供疫苗 因此我们在前进过程中请您谅解和耐心等待 我们将继续与社区合作伙伴一起 在公共疫苗接种诊所的潜在地点开展合作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正在考虑多个站点 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我们正在寻找最适合我们社区和接种疫苗的人群 当有足够的疫苗可以开业时 我们将发布公告 目标是尽快为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 同时 我们将在每周的情况通报中继续提供更新 您还可以在COVID-19.linkon.na.gov或通过COVID-19热线402-441-8006找到最新信息 暂时 请戴着口罩 注意距离 洗手并避免拥挤的地方 紧密的接触和密闭的空间 以保护自己 亲人和社区 在12月 我们开始看到许多本地数据指标有所改善 但是 在上次通报中 我们遇到了一些担忧 包括接受检查的人数减少 阳性率高以及最近住院的人数增加 在过去的一周中 我们继续看到指标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在截至12月5日的一周中 有超过2100例新病例达到顶峰后 我们看到本月剩余时间病例数有所下降 但是 现在我们看到 从12月26日结束的一周的925增加到1月2日结束的一周的大约 1200 新的每日病例的7天滚动平均值也显示12月份有所下降 最近的上升趋势是从12月26日的132例平均数增加到1月3日的166例 林肯广泛的提供测试服务 但是我们继续看到在本地和全州范围内接受测试的人数有所下降 如果您有COVID-19的症状 请进行测试并将自己与他人隔离 确定积极的案例和密切的联系 对于防止将来在社区中传播至关重要 好消息是测试周转时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您可以在24小时内获得预期的结果 有时甚至远不如预期 我们的阳性率在12月也从12月5日当周的34%下降到12月26日当周的26% 但是 在过去一周中 阳性率回升了近34% 这表明该病毒在社区中仍然存在 林肯的医院容量也显示出相同的趋势 12月份下降 现在又回升 当地住院的COVID-19患者人数从11月29日的最高峰值177下降到12月24日的83 现在 我们今天有100例本地住院治疗 其中65名患者来自兰开斯特县 另外35名来自其他社区 医院仍在谨慎行事 并继续推迟一些选修手术以保持能力 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在12月的COVID-19中失去了74个社区成员 而本月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失去了8名居民 在整个大流行中 这82例死亡占我们社区161例死亡的一半以上 我们像因这种病毒而失去亲人的家人和朋友 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我们在COVID-19风险表盘上仍然保持红色 同样 风险表盘上的红色表示 该病毒在我们社区中传播的风险很严重 如果您参加了一个假日聚会 并且有COVID-19的症状 那么现在就进行测试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可以识别密切的联系人 并防止进一步的传播 我们需要每个人继续限制 与您家庭以外的人的联系 老年人 具有潜在健康状况的人群 以及其他高风险 人群必须格外小心 待在家里 依靠家人或朋友的帮助来解决家外的需求 并使自己与在家外工作的家庭成员保持距离 仅访问企业或参加遵循公共卫生指导的活动 努力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戴上口罩 注意距离并洗手 并避免使用三个C 拥挤的地方 密闭的空间和紧密接触 我们已经证明 我们的集体行动可以改善我们的处境 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将影响病毒的传播 以及在未来几周内将看到的病例数和住院数 市长谢谢洛佩兹主任 我们社区中的许多人仍然对病毒和疫苗有疑问 我们想提醒大家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covid19.linkon.na.gov上找到大量信息 您还可以在该网站上看到指向州信息中心的链接 州疫苗仪表板显示了州范围内分发给州和向公众分发的疫苗总数的数据 以及已接种疫苗的16岁及16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我们还想提醒您 新的recoverlnk网站现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在这里 您可以找到有关本地企业如何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其员工和客户的信息 该网站是recoverlnk.com 总结了市长盖洛 拜尔德关于covid19的社区简报的准备发言 每次社区简报之后 媒体都有一个简短的问答机会 不会被翻译 如果您对今天的通报 定向的健康措施或与covid19有关的任何问题有任何疑问 请致电林肯 兰开斯特县卫生局的冠状病毒热线 电话号码是402 441 8006 无论社区成员说什么语言都可以使用 当卫生部门的员工接听电话时 说出您说的语言 您将与说该语言的员工联系 或者将提供口译服务 另外 还可以在N19.linkon.na.gov上的 林肯市COVID-19响应网站上找到最新信息 该网站信息可直接通过网页上的 Google翻译工具以多种不同的语言提供 只需从COVID-19响应右上角附近的 翻译此页面列表中的可用语言列表中选择语言网页 此外 林肯的COVID-19响应网站上 包含指向健康措施和其他重要信息的.pdf翻译链接